拜登他的口誤不是第一次 其實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 很容易口誤的一個美國總統 所以我覺得當然 這個口誤會影響到他們美國內部的酸民 對他其中選舉會有一些影響 但其實當然大家知道 他就是口誤嘛 但我覺得回到這個美國是否出兵問題 我覺得這幾天大家都討論 討論很多 到底為什麼美國不出兵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觀點可以去思考一下 這個這一次的烏二衝突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不是冷戰之後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面臨了兩個強權國家 可能面臨會直接衝突一個場域 過去雖然冷戰的時候 大家知道是美國跟蘇聯的對抗 但問題是彼此非常克制 雖然彼此有零星的衝突 或透過代理人戰爭 其他小國進行不等的衝突 但兩國大國沒有直接的面對面的一個戰爭 因為大家都怕發生所謂的核武大戰 所以回到這次烏克蘭的衝突之後 為什麼美國他遲遲不派兵 當然大家覺得美國打嘴炮 但很重要的是的確美國派兵下來之後 他就會直接面對跟俄羅斯正面衝突的情況之下 那大家知道其實美國跟俄羅斯都是所謂軍事武力非常強權的一個國家 他們真的打起所謂戰爭的時候 能不能那麼克制的 使用所謂的傳統武器對戰 而不用到所謂的核武 我覺得這個是打仗是沒有人會說得清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美國是一切在克制這個事情 包含所謂的北約為什麼沒有接押到烏克蘭 我覺得從這個角度可以去理解 為什麼他們不派兵 但的確回到這個問題 剛剛台灣很多國家說他們都有 組成不同的人士 包含什麼台灣有90人 如果台灣有90人 大家去那個臨場 臨飛版的臉書 我們都是烏克蘭人 大家去下面看留言 支持加一加一 全部抽一抽 已經超過90個 你們就去吧 你們就去烏克蘭吧 但是我回到這個點 各個國家雖然都有所謂不等的組成 所謂要去烏克蘭支援的 但我覺得 不太可能過去為什麼 今天不管任何一個國家派的一個部隊出兵到了烏克蘭之後 他面對的是俄羅斯 換句話說他直接跟俄羅斯宣戰 不是代表說我去之後我是變成烏克蘭的士兵 我是代表我自己國家 等於是國家去跟烏克蘭 跟俄羅斯宣戰 這怎麼可能 那回到一個事情 所以大家記得聯合國有個部隊就是維和部隊 但問題是為什麼 為什麼這一次維和部隊大家都沒有討論到 說他為什麼會不會出去 也很重要的原因 現在聯合國安理會的輪職理事國是誰 剛好是俄羅斯 然後如果你 維和部隊要派遣到10個長任理事國要超過 10個長任跟非長任理事國要超過9票同意 才有辦法所謂派所謂的維和部隊 所以換句話說其他國家 真的想要加入這場戰爭 通常會在聯合國體系底下 因為維和部隊其實是 各個不同國家 去組成了一個 所謂的國際性的一個 維持和平 保衛但在地平民的一個部隊 所以這一次也因為這樣的原因所以並沒有討論到 聯合國這樣子的角色 所以的確回到整個的 烏二衝突的部分 老實說現在看起來 雙方都在 不管雙方包含美國 都在找台階下 那我覺得為什麼會有這樣討論 這個很荒謬的事情 找台階下原因是什麼 找台階下是希望這個 衝突解決 但這解決換句話說找台階下的目的背後 隱含的隱含邏輯就是 每一個國家或每一個政治人物 他背後都有所謂的政治隱含的操作 大家都希望在政治上得分 而不是在軍事上 或保衛這個 烏克蘭民眾的角度去 讓他們的生命 身體 性命安全無餘 不是從這個角度 所以找台階下 衝擊量他就是一個政客 面對這一場所謂的棋盤的戰爭 下棋戰爭裡面 每一個人都在算計自己的政治利益 最後講到這個 老實說烏克蘭不管今天他打贏或打輸 最大輸家絕對是烏克蘭 他今天不管他犧牲人民 不管是他的政體 不管是他的軍事武力 當然大家會說是今天俄羅斯不要入侵 就不會有這場戰爭 但的確每一場戰爭 他組成的原因非常多 我們要去檢討或去探討是 為什麼發生這場戰爭 跟如何避免這場戰爭 而不是在台灣裡面打嘴炮說 我支持烏克蘭人 我們今天都是烏克蘭人 但卻不考慮 去誠實地面對戰爭發生的原因 因為美國議員要提案 如果是對岸犯台的話 將會對北京提出經濟制裁 那一直說台灣不是烏克蘭 那這不就跟 台 是一模一樣嗎 台窩不是一樣嗎 委員 我覺得這次烏克蘭戰爭 其實不管是讓俄羅斯 包含現在所謂 北京當局中國大陸不好 他們其實 清楚知道美國 可能會做什麼事情 包含所謂經濟制裁的部分 老實講這一次 2014年克里米亞戰爭的時候 大家知道俄羅斯其實已經被 西方國家調降 這個信用平等 然後有一波的經濟制裁 所以俄羅斯其實已經有所準備 到這一次被 驅除出SWIFT 體系之後 不管是他的匯兌體系 的完整度 其實 很多國家都看在眼裡 所以如果今天 當然我覺得美國 國會通過這個法案 我覺得是當然是需要通過 因為 針對任何一個發生戰爭的地方 都應該去譴責 都應該有所制裁 但問題是在這樣子 在現在 烏克蘭的戰爭 發生的情形之下 其實 你等於是讓 其他有意去侵略 其他國家的侵略國 有時間去準備 他會去衡量說 今天我到底 能不能夠承受住 這樣所謂的制裁 好那目前看起來 俄羅斯以普丁為主 看起來好像是 可以承受住 或是你可以說他 吃了撐著鐵的心 我就是要把烏克蘭拿下來 所以你這個制裁對來說沒差 也有可能是這樣子 我覺得他是反而 給他做一個準備 但是其實我覺得 剛剛講到這個 烏克蘭的問題 老實講我會覺得說 今天 美國他 其實他 因為俄羅斯 他其實為什麼 他不會去 他不會去把整個 烏克蘭給 給冰屯條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他還是要跟北約 去建立一個所謂的緩衝區 他不想去跟北約 直接面對 所以剛剛 這個職解委員講到說 可能會如果面對的話 當然會有發生 所謂的核武的問題 我覺得今天 俄羅斯對外喊說 北約你不要進來 不然否則我動用核武 我覺得他並不 當然是你可以把它視為 它是一個 核武國家的 一個威脅 但另外一個國家 另外一個原因也是 俄羅斯很清楚 跟你講說 這是 我跟烏克蘭之間的事情 你們不要來介入 你們介入的話 我就會把我的底線 我底線清楚地展開在這邊 我覺得它是一個 國際談判的一個過程 那當然 俄羅斯他擁有核武 他當然會去這樣子 宣稱這樣子 那所以 今天 回到這個 烏克蘭 現在 在第一時間 我覺得 不管是北約 不管是歐盟 不管是美國 都沒介入的情況之下 現在 有點三風點火 跟大家講說 就是說 我北約 不排除 我可能要 來深援 深援烏克蘭 我認為都是事後 諸葛有點三風點火 北約現在目前有什麼樣的能力 跟他的軍事實力 在進去烏克蘭 那他目的是什麼 他當然有一個說法說 我今天如果去 持援烏克蘭的話 那我可以以基睦為首 烏東跟烏西 我們有軍事對抗的 一個對峙 讓俄羅斯 必須 去屈服於 這樣軍事對抗之後 然後 針對問題去做一個解決嘛 但大家去思考一件事 如果今天真的是 軍事對峙的話 我不認為他是一兩天之內 就會結束 絕對不是說你一個戰車看到 基睦的 西線然後東線 大家彼此在那邊對立 然後就說 好俄羅斯說 你們的軍隊都來了 我會怕 然後我就不攻擊了 我就不太可能這樣 彼此一定會 以基睦為終界 好彼此去對峙 那對峙時間 請問多久 請問全世界有辦法去忍受 這樣子可能 第三次世界大戰 引發了一個爆點 然後不斷的去 關注他 經濟系統也會遭受影響 包含所在西方國家 為什麼他 為什麼說西方國家 當把俄羅斯退出 SWIP之後 卻還留了一個底線 包含石油跟天然氣 不去制裁 我覺得今天不是制裁 國際關係是一個 互賴的體系 彼此不管是 經濟貿易 他們有一個 很緊密的一個結合 那為什麼沒辦法去制裁 俄羅斯所謂 石油跟天然氣 大家都知道 俄羅斯是 天然氣的輸出大國 俄羅斯加挪威 佔了整個 歐盟90%以上的 天然氣的輸出 石油也佔了一部分 所以問題是說今天你去制裁俄羅斯 所以不讓他輸出 今天受害的 不是只是俄羅斯沒賺到錢而已 而是歐盟這些國家 歐洲這幾個很大的主要國家 他命令說我天然氣 從哪裡來 或許短期之內 10天20天之內 有所謂戰備儲存 我還有夠 天然氣可以用 但問題是如果過了這天數以後 請問歐洲國家他的天然氣能源從哪裡來 這才是他們會面對的問題 所以今天 一刀砍下去之後 受傷的絕對是 雙方都受傷 也因為這樣子大家會發現說 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制裁 沒辦法全面性 完整性的把他制裁下去 原因是因為 俄羅斯有很多 不管石油天然氣 他對於整個世界的供應 其實是緊密相關的 所以今天回到這場戰爭 一場地方的烏克蘭戰爭 他影響的其實是全球全世界 不管是你的金融體系 不管是你的能源供應 包括我們現在考驗台灣的油價 老說講最近加油這好貴 加油然後中油告訴你說 沒有關係 只要這個 多少錢你叫我會補助一半 如果超過多少錢 我會補助75% 看起來好像政府很佛心 中油好像很苦民說服 但大家去思考一下 中油這些補助的錢 從哪裡來 是他過去盈利的利潤 還是他過去 或是政府預算的補助 其實某種程度 還是從我們老闆系的口袋 換一個方式去進行補助補貼 那真的到油價間控制補助的時候 那連我們 離他們這麼遠的一個台灣 都會面臨這樣的侵害 更不用提跟他們 緊密相關的 歐洲 美國 以及俄羅斯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 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 再往下 勞 黑 隨意 居然 有 雖然 從 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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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